爬山運動向來健康的施先生 突然全身長滿水泡 不僅難以開口說話 連進食與入睡都有問題 然後臉也是 頭也是 整個就是剩下眼睛 就是像人家的探山 就是人家裹著像木乃伊那種 天泡窗的發生率約20萬分之一 是一種慢性全身性皮膚發炎 起水泡的疾病 由於體內淋巴細胞失調 治病的抗體 通過血液循環流布全身 造成病情反覆發作 一般的皮膚科醫療已無能勉弊 有些人甚至換血治療 那我就把你的血液導出來 整個過濾過換血 把那些抗體都除掉 但是也不一定每一個 都能夠成功 嚴重的全身性天泡窗若不治療 一年內死亡率高達75% 施先生轉診到大陵刺激醫院 那人生院長必須用 不一樣的治療方式 才能挽救他的急症 這個藥從來就沒有人說 可以用在天泡窗 全世界只有四個病人的治療經驗 多年的對免疫病的了解 知道這個是可以用在這個地方 但是我們要用 但是你要承擔風險 那院長從免疫病理的角度 找出方法並承擔風險 使他脫離病苦 找回施先生原本的面貌 這感謝院長 我想就一個醫師的天子 就一個理論的推展 就一個風險的評估 適當地使用 你承擔固定的風險 去幫病人處理這些事情 很意外的八 九年前 我們就獲得這樣的經驗 現在經過了這麼多的這一段時間 這個已經變成標準治療 打醫之道 人心點數 返鄉服務22年 藍院長在雲嘉南 創設過敏免疫風飾中心 將臨床經驗與科學研究結合 不僅守護民眾的健康 也開創治療的獻跡 大愛新聞 謝金榮 林欣宏 嘉義大林報導